歡迎回香港 台灣第一店 台灣第一店 台語電網 台灣第一店 � numele 世界的台積電 這麼多的顏色 你怎麼找到 對 它其實最一開始 都是從水溝裡的黑頭沙海系 你說這個是最特殊的 是啥要五味樹 台積裡五味樹 全世界只有台灣有 只有台灣有 而且台灣也沒有其可能有 滿滿的養殖食 但這裡面有一種東西 你想都想不到 是養在這裡面嗎 當然這個是養它的食物 面積要很大 吃時間就可以轉到食物 看起來就好像是決絕 所以要下去撈嗎 對 有 來 我看不到啊 聽得很多 在哪裡 有 有 你就在旁邊那邊撈一撈就真的 不是 這沒有東西 有啦 有啦 這個是 為什麼好像在撈國王的新衣 有啦 有啦 我是這樣玩 這種東西也看不到吧 寵物 每個人都養過 你養過寵物 我養過寵物 水族 每個人也都養過 但是你知道 水族葉台灣出口 算是滿大宗的嗎 台灣一年有兩千萬尾的 觀賞魚藥出口 有一千八百萬條的 觀賞蝦藥出口 而這個水族葉的大本營 就在屏東 我們今天就來去看看 屏東的水族大本營 GO 屏東因為擁有大武山 順流而下的乾淨水源 加上靠海的地利之變 使得這裡 不只養殖業興盛 也讓觀賞魚蝦等培育 也有著極大的優勢 屏東的觀賞水族有多厲害 就在常治的農業科學園區裡 甚至設置一個水族展示廳 展示園區裡的水族繁殖業者 所繁殖的各種淡水及海水 搬賞魚蝦 水族葉包括有海水 有淡水 我們現在這裡面屏東 在我們農業科技園區裡面 有一區專門展示台灣的水族 而且在這裡展示都是 台灣的繁殖業者 台灣的水族業者 把它放到這邊來 像這邊有的是海馬 淡水 磁雕 你能想像在這些琳瑯滿目的 水族業 水族寵物裡面 絕大部分都是從屏東出去的嗎 包括等一下要看的蝦 觀賞蝦 而且你絕對想像不到 全世界大宗出口觀賞蝦 就在屏東 這麼厲害 來去找牠 在這個水族展示廳裡 可以看到淡水雲 可以看到海水雲 其實各式漂亮可愛的魚蝦 都是台灣人培育 甚至改良的 尤其是那原本毫不起眼 只負責除藻的黑殼蝦 也被台灣人發揚光大 繁殖出各種繽紛色彩的品種 成為新一代國際水族玩家的 超夯蟲之一 我們現在來到的 就是觀賞蝦的大本營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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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年輕 所以這邊就是你們 觀賞蝦的大本營 是 我們可以進去看看 真的喔 這邊就是我們羊水晶蝦的地上 羊水晶蝦這裡 所以這邊都是水晶蝦 對 這裡有幾排啊 五六排 五六排 其實是滿多的啦 這都是觀賞用的水晶蝦 是 像這個是黑白水晶蝦 黑白水晶蝦 對 一般大家市面上常常見到 而且銷售量最好的水晶蝦 那就是紅白水晶蝦跟黑白水晶蝦 在哪裡 紅白水晶蝦 剛剛有看到黑白的嘛 對 黑白在這邊 黑白 紅白在哪 紅白在下一條巷子 在下一條巷子 紅白水晶蝦 紅白水晶蝦在哪 這邊都是 真的耶 這是小蝦的缸 好酷喔 所以羊蝦需要具備什麼條件 這個蝦它比較難 比較焦貴 因為它需要控制溫度 溫度 它的溫度大概在多少 它喜歡24度 25度 就是我們一般人吹冷氣的溫度 所以你在家裡就是 對 也就是說你在家必須要找一個 適合它的溫度 它太高溫度不行 對 它真的不行 寒流來也不行 寒流來它會就是沒有精神 那有沒有什麼事就是 你只要打氧氣不用理它 對 是大自然創造的那個氧氣 好 你說還有什麼是特殊的 特殊的像 哪一種 像這個是 這也是水晶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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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酷喔 整間都是水晶蝦 但是有很多種品系 很多種品系 大概一二十種有 一二十種 你說這個是最特殊的 一隻這樣的東西 像指甲大腳要台幣五位數 是 幾年前 為什麼 因為真的很漂亮 很漂亮 而且少 而且很少 只有台灣有 全世界只有台灣有 所有台灣有 而且台灣也沒有幾個人有 看到沒有 全世界只有台灣有 而且台灣還沒有幾個人有 它為什麼叫銀河 這個蝦當初我們推出的時候 做這隻蝦的人把它叫做銀河魚骨 因為它的頭上原本是黑色的 可是有白色的點 就像夜空中的繁星一樣 所以它把它取了銀河的名字 銀河的名字 那魚骨就是它背上的那個 線條的那個形狀 就像魚的骨頭這樣子 一條直直的 很有分叉這樣子 有耶 像這樣 對 所以叫銀河魚骨 好漂亮喔 對 那它現在呢 現在 現在大概剩三位數 剩三位 還是不便宜啊 誰叫你們太會繁殖了 你就自己太會生 把自己從五位數生到了三位數 我的天啊 但是說真的要繁殖蝦難嗎 不難 可是如果要做很大量去商業化 經典的樣化就難了 難對不對 對 好酷酷酷 我想問的是 這是屏東最大的 已經是連他的全球 因為我聽說你們是做全球的生意 全球最大的觀賞蝦繁殖場 你年產值超過五千萬 就在這個小小的房間 我們還有別的地方還沒有去 在... 我要的不是這裡 我要的是你說的別的地方 沒有問題 可以嗎 可以 哇吉米 Let's go 剛剛那邊是我們常識 是公司在農坑那邊 那這裡是我們的繁殖場 大繁殖場 唉唷 走走 看一下 就說嘛 一走進葉豪老家的繁殖場 就知道這個規模有多龐大 這一池又一池都是來自 大武山的純淨泉水 蓄養著大小不一 顏色不同的台灣原生種黑殼蝦 葉豪說 這些都是王爸爸的心血絕晶 到底有多少種顏色 怎麼調出來的 讓我們繼續看下去 你們怎麼會想要做出這麼多顏色 這這麼多的顏色 你怎麼找到的 它其實最一開始都是從 水溝裡的黑殼蝦開始 一般的水溝裡看到的黑殼蝦 它怎麼做出這麼多種 一開始有一個人他發現 這個黑殼蝦裡面有一些蝦子 它有一些紅斑 他就把這些蝦子想說 這好像是一個變異的現象 沒想到這些有紅斑的蝦 它們一直的繁殖 一直的交配之後 居然那個紅斑越來越多 居然就從這個黑殼蝦 變成我們第一代的玫瑰蝦 玫瑰蝦 是 它其實這個已經是最深的 最優秀的玫瑰蝦 這個我們在商業的往來上 這個叫極果蝦 但它都是從我們剛剛看到 水溝裡的黑殼蝦 慢慢慢慢變異成 現在這樣一代一代的 選玫 是 但它選玫出來了 比如說好 我選出紅色很簡單對不對 但接下來我看到你們 在做的事情還蠻妙的 是 它好像調色盤 接下來就很複雜 比如說我怎麼樣從極果蝦 我怎麼變成這種藍色 這個我們叫藍絲絨 藍絲絨 對 藍絲絨蝦 國外也有人說它是果凍藍 對 這個很誇張耶 這個我覺得是好像你把它打針 打了藍色進去一樣耶 你怎麼選到這個顏色 你看 你現在只有透明的 黑殼蝦跟極果蝦好 是 你怎麼把它變成這個 絲絨的藍色 它並不是一下子 變出這麼多顏色 它其實有一個步驟的 它的順序是哪兒 它的順序是哪兒 它從黑殼蝦先變成 我剛剛講的紅色的蝦子 紅色 然後突然有一天 這個紅色的蝦子 居然身上有一塊沒有顏色 就透明的 這個蝦你看它身上中段 是透明的 也就是說它身上是三階 好妙喔 這個是有爆彈的 它就這樣耶 它就這樣耶 所以它變成三階的顏色了 是 就是紅色 透明 紅色 好 它從... OK 好 它從... 好 我不知道 好像我在玩調色盤 RGB 你知道 它把... OK 一般的黑殼蝦 然後變成有紅色的蝦 變成紅色出了一點點透明的顏色 然後呢 然後沒想到從那個透明的 這個我們叫紅琉璃 紅琉璃 對 從這個紅琉璃 所以它跑出了有偏藍色的 偏藍色的 或者是一些偏不那麼紅的 對 對 它跑出了一些變化 所以其實很多的顏色的蝦 都是從紅琉璃這邊 慢慢的跑出來的 所以... 是的 所以並不是說像我們想像中 我如果對顏色很了解 我拿了... OK 藍色 我去配了一個黃色 白色 黃色多一點 它調出來會變成好像 會出也許... 也許綠色 綠色 OK 是 也許不是這樣子 不是這樣 我們曾經這樣試過 但是結果很淒慘 很淒慘 多淒慘 很淒慘就是出來的蝦子 什麼顏色都有亂成一團 根本沒有辦法賣 什麼顏色都有 那你也沒有辦法做懸慮 你反正打亂了 像打翻的顏料一樣 調色盤一樣 對 舉例來說 像剛剛那個紅琉璃蝦 他們有看到它中間是透明的 可是它一開始不是這樣 它一開始透明是 東一塊 西一塊 像吊漆一樣 對 所以其實一開始 雖然很多人在養蝦 可是沒有什麼人 重視這個東西 因為大家把它當成是淘汰蝦 它只是吊漆 可是我爸爸的爸爸 是我老爸 他把它集中起來 他卻覺得說這個東西 如果集中起來 會不會變成是一個精疲 是 結果他卻把這個集中起來 變成精疲 他慢慢的去要求 它是很龜毛的去要求 這些蝦的透明 怎麼在中間 然後我剛剛還有聽說 你們現在選育出來了 有一個蠻厲害的 全世界也許就只有我們台灣人 對不對 叫做 滿滿的養蝦 但這裡面有一種東西 你想都想不到 是養在這裡面嗎 當然這個是養它的食物 面積要很大 養它的食物 對... 七十天就可以轉到七天空了 看起來就好像是結局 台灣第一點 全世界也許就只有我們台灣人 對不對 叫做蜜蜂網球蝦 在這邊 蜜蜂網球蝦 好朋友 為什麼叫蜜蜂網球蝦 它的蝦如果很近很近拍 它在吃東西的時候 它的觸手就像 我們啦啦隊的彩球一樣 會整個伸出來 對 然後它是這樣子 然後它是這樣子吃東西 它是綠食的東西 對 外國人覺得這就像網球一樣 我不知道為什麼外國人 會這樣想 是那個... 是這個動作嗎 我也不是很清楚 也許它就是這種 看 它本來是野生的 野生 對 但是因為我們的努力 去想要去人公盤之法 目前已經有通過了 哪裡野生的 台灣的溪流 那具體來說 在哪一條溪流 我們也... 不會告訴你們 不是那麼的確定的 對 在哪一條溪流 我不會告訴你們 但是就是在台灣的溪流 那它很少 它有它自己的血敏 至於它的保育的程度 目前不得而知 因為... 國際上普遍對於我們這種 淡水的溪流裡的東西 它的了解不是那麼多 對 所以明明這個東西很珍貴 但是... 也許大家不知道 欸... 就像是我們曾經也採訪過的 那個... 那個... 陽明山偉家 它也被世界註冊 但它也是溪流裡的東西 蜜蜂網球箱 我真的沒看過 所以是一開始規模就這麼大了嗎 我爸爸在民國七十幾年創地的時候 他就是買了這一塊地 這塊地大概是三分地 對 然後後來才貨裝到國地那邊 那裡大概也是三分多 對 所以這裡加起來總共是六、七分地 你爸爸眼光很遠耶 因為蝦你看就這樣就米粒嘛 米蝦這麼小 你可能只要有一個房間就夠了嗎 我就可以開始做這樣的事情 但沒想到它是弄得這麼大一塊 那時候就已經決定要做選育這件事了 我爸爸他剛剛創業的時候 他是做觀賞的 因為他是屏東農專養食科 一屆的畢業生 那個時候台灣其實幾乎沒有什麼 人在做觀賞的那一塊 可是他在讀書的時候 他就不曉得為什麼 他就決定想要做觀賞的 對 所以他從民國七十幾年那時候 大家都還在吃魚的時候 他就想要做觀賞 那觀賞蝦是最近十年內的事情 好厲害喔 其實這真的是一種 很難得碰到的學椅子用 就學什麼然後就用在什麼上面 然後現在做到了這麼大的盤子上 這些這邊... 這邊現在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橘色的蝦孔 叫香吉士 香吉士 對 其實看到這樣密集恐懼症 你知道有多多嗎 超多耶 它已經多成這樣了 太誇張了吧 而且都是同一種顏色 如果你沒有... 沒有看到他在動的話 你會誤會他已經被燙熟了 所以他是要控制水質 你們是怎麼控制水質的 首先我們的地下水 抽起來之後會先經過處理 對 會經過... 會有菌的問題 對,如果地下水抽起來直接用的話 它可能魚和蝦火不好 對 在池子裡面 我們其實看起來沒有什麼 可是其實我們的水量 像看到水龍頭噴出來的水量 跟打氣的量 都是有經過調整的這樣子 好酷喔 那現在這一格... 現在是在做什麼事情 這裡就是我們剛剛討論到 選域的流程 這就是最標準的畫面 那我們的工具其實也很簡單 就是一個這麼簡單的白色的調整 對 對,跟我們大家都知道的 珍珠奶茶的吸管 跟珍珠奶茶的吸管 對 舉例來說 這一個桶子的蝦是種母蝦 它幾乎每一隻都是母的 公的在哪裡 公的在這邊 這個是我們要賣掉的公蝦 那公蝦跟母蝦的差別在於說 就是母蝦大公蝦小 母蝦大公蝦小 你在公蝦小 公蝦的顏色比較小 公蝦的植物比較小 母蝦大 母蝦大公蝦小 對,這不錯喔 這是一個口訣 對 然後公蝦的顏色比較淺 母蝦的顏色會比較濃 公蝦要賣出去 好的公蝦會流起來 那這是一般的公蝦 我們會把它賣出去 賣出去 但是母蝦是一定會流起來 也不一定喔 像如果是... 如果是這裡的母蝦 跟你手上的母蝦比起來 應該看得出差異 差很多 對,像你的右手的話 這是比較一般的母蝦 這是我們要賣掉的 那你的左手的話 這是比較好的母蝦 好的母蝦 這是我們要流起來的 因為它的... 為什麼它會流起來 它的顏色的濃郁的程度不一樣 它的特徵比較濃郁 比較濃郁 OK... 所以我想,我剛剛有看到一隻 這個會被選育起來 它的母蝦是... 像這樣 它上面的一層有一條金線 對 那其實這個特徵 它很不容易保存 有兩種說法 一種是說 它這種金線 本來就不容易穿給紙袋 另外一種說法是 它背上的這條線 其實跟原本野生的黑河蝦 是很機質的 所以你把它流起來 可能反而會打亂它的表現 懂了... 所以公蝦比較大 公蝦小 公蝦,對 公蝦比較小 公蝦小,對 我馬上不要出了公蝦小 對 記得這個口音 公蝦是小的 公蝦比較大 好吧 我現在比如說 這一池裡面 都是同一種蝦對不對 是 好,我要在裡面找出 它不同的東西對不對 好 來...我找找看 它跟有一個 我不知道你找到哪裡 真的嗎 它的殼很厚很厚 對... 對... 不要跑掉... OK 好,你看 像在這池裡面 它就有一隻、兩隻 特別紅的 它跟裡面是完全不一樣的 對吧 所以就是用這樣的方法 譬如說我把它選出來了 我再把這裡面 植子有這種 特別橫的 全部調整的植子 然後它接下來翻譯出來 就會是這種特別橫的 或者是你也可以覺得 它這一池是橘色的 你不喜歡這種紅色的 你就把它丟掉 這也是一種雕法 因為畢竟這裡這一池是橘色的蝦 橘色的蝦不應該出現在這裡 不應該出現在這裡 它應該要去紅色的區域 紅色的區域 或者它應該把它被賣掉 所以你們現在在做 每天都要做這樣選衣的動作 每天在植子都要做 是 有夠難的 大海撈針 大概就是這個概念 光挑這一池 你們這個就是選蝦的人 我覺得平常最好不要打擾他 因為他會瘋掉 挑這麼多東西 事情真的沒有想像中的簡單 那種千萬種選擬的突變色 要是錯過了 就有可能失去 開發出新品種的機會 也有可能讓整池 本該穩定品系的蝦子 打亂基因 培育的計畫又得歸零 重新再來一次 你應該來是學什麼 我本來是學企業管理的 就是商學院 對 也算學以致用 可以 也是管理我們蝦界的台積電 也是要從頭學習的 對吧 你放得很嚴格 是一個很嚴格的 它的標準 它不一定很嚴格 它的標準 它的標準 其實就是很嚴格 對 你是宮下 空蝦子 我正空蝦子 沒有 紅大牛 紅蝦子 你好 請問一下 你現在在做什麼動作 因為這個是一個 比較最近的品種 對 員工還不是很熟練 都是由我自己來把它存化 存化了以後 再交給員工去做 這什麼品種 這是藍琉璃 藍琉璃 所以你現在就是血液 讓它存化 對 你看現在亂七八糟 它已經我固定了五六代 還是這個樣子 但是我們就要 鍥而不捨的 一直陸續的挑 仔細的挑 挑出它的性狀 比較穩定的留種 像這個是還沒有穩定的 穩定的在哪裡 最穩定的在這一邊 這個就是我為什麼 要把它留起來做種 因為它還小 就是還沒有交配過的 在它還不可能受精的 其實性狀最美的 先把它挑出來 把它物以類聚 然後它生的下一代 存化的比例會更高 但是不代表出來就百分之百 我這個動作已經做了五六代 五六代一代是三個月 對 已經做了一年半 兩年了 但是只是說我現在的比例 已經可以挑到一個出貨的比例了 有到你要的標準嗎 有了... 有要你要的標準 但是它只是它的量 還沒有辦法到 量還沒有放大 因為要是定個五千一萬 我就要挑得半死 我可能從一萬條裡面 只能挑到一千條可以出貨的 所以我要一堆蝦子讓我挑 然後我把最美的 再留下來做種子 對 這樣子 所以你說母的在哪邊 你留下來的母蝦 我這一間母蝦基本上都是爆蛋的 它基本上有的爆蛋 有的懷孕 因為它現在爆的 有可能是很美的 對 也有可能它的公蝦 來配是很爛的公蝦片 對 但是我現在族群還不夠多 所以我還是留下來讓它... 所以還是要靠它們 還是要讓它們生產 對... 然後生出來以後 你再從裡面像剛剛做懸孕 再把它養大再來挑 再選出來 所以當這個族群大 我出貨的量才會夠 好辛苦喔 但是我們在挑就是 不是只單純的挑出貨 對 我還會把生病的挑出來 怎麼說 因為有一些飼料來 對 比較發霉的飼料 它會帶一些霉菌在褲子上面 你怎麼會看呢 我現在玩就看不出來它生病耶 因為我們看久了 它會...它的油無法 它的形態學不大一樣 我們久了不用看 看它油的泳汁 我就知道它有病了 所以這個東西 就是說一定要把它挑掉 那有一些像你這樣挑出來的 像這樣 砸七砸八的顏色 也是這瓷出來的嗎 也是啊 它有的又回去以前 黑澤蝦的那種型態 其實不是說 你好像一直養在一起 它就會越來越好 不會... 因為它 我們淘汰的原則是說 我們雕是有點線面 它剛開始呈現點狀 然後我們看裡面的點狀 分布得很美 再慢慢變成線條狀 對 最後變成面狀 面狀的顏色才會漂亮 最好就要像汽車的烤漆 像有烤漆這樣的反光 就完美 這個才是真的完美的餐廠家 那像這個怎麼辦 像這個我就有時候 可以餵自己的種 我餵種 我們自己有種魚 像這個都抱著蛋 Hermann刀 我有一些魚種 吃了以後 真的是更好 好棒 這個牛子是這樣 繁衍 選育 選育 柳總 周而復始 就是這樣 每天的工作就是這樣 好厲害 然後把它精化 對 就是最好的精全部在一起 對 好出來它就會大概這樣 但是也難保 一個不小心 它又回到黑殼蝦了 會 會 光看王爸爸專注挑蝦的神情 就能感受到他 對於選育黑殼蝦的熱情 與執著 每天要在偌大的千萬隻蝦中 挑選分類 也難怪 能夠被人尊稱為是蝦界的台積電 看完觀賞蝦 接著我們往南前進到加東 這裡因為離海境 也成為海水養殖的重症 這裡有什麼呢 在我們屏東地區 這裡滿滿的養殖池 壯大版的海水缸 但這裡面有一種東西 你想都想不到 你平常一定看過它 你有可能也吃過它 有的時候你會覺得它很可愛 但是 它在這莫大養殖池中 它屹立不搖耶 而且居然有人把它量產 我們來去看看吃什麼 大哥你好 你好 我們屏東地區養殖業算是很新生 對 很新生 很厲害 養什麼都有 比如說你知道的這附近有什麼 有綁桃啊 綁桃啊 龍虎斑啊 龍虎斑 龍膽石斑啊 養殖的東西非常多 但是有一種是很厲害 在這所有東西裡面 就只有你在做這種東西 對 在附近就我們 就你在做而已 對 我們這邊附近 它是什麼 是養在這裡面嗎 當然這個是 養它的食物 養它的面積要很大 養它的食物 對 對 所以要下去了 往不來 我看不到啊 這個 在哪裡 這裡 為什麼要 在撈國王的新衣啊 有啦... 有啦... 我就這樣撈啊 這反正你也看不到它 台灣第一點 你養孔王嗎 是 孔王要吃這麼大的東西 對... 所以它的食物需要這麼大 那它應該更大吧 沒有 它很小 它很小 對... 但是卻需要吃掉這麼多的東西 因為它的食物要很多 對 因為它一天的食量很大 一天的食量很大 對... 它是什麼東西 它... 在裡面 在裡面 對 走 來去看看 一進到廠房 這一缸一缸 都是採用過濾的海水養殖 因為這個物種在台灣來說 算是比較冷門的 也少有人大量繁殖的比較 到底是什麼樣的物種 需要這麼大的池子 養它的食物呢 你養這個 是... 等一下 不好意思 怎麼稱呼 我姓郭 郭 郭大哥你好 養海馬 大哥您當初在投資養海馬的時候 你純粹是為了什麼要投資養海馬 經濟價值高 經濟價值高 它如果還活體的時候 它給做觀賞 對 然後死掉之後 可以做海馬乾來賣 做海馬乾 對 結果呢 結果的話就開始 一直花錢 因為其實是設備的程度 除了設備之外 我們其實從一開始的品種 到現在已經換了好幾個品種 換了哪些品種 我們介紹的是 布達海馬 布達海馬 然後後來中間是養 巴西紅海馬 紅海馬 對 然後再來是養這種比較大 澳洲的澎湖海馬 澎湖海馬 對 養這個難嗎 不會很難 不難 對 北方人生 南方海馬 性溫 活血 撞羊 是嗎 是 本草康物有記載 對不對 是 大概兩年 它只有兩年的壽命而已 對 其實很短耶 以我就是養寵物的經驗來說 我覺得還滿短的 所以這種你說是澳洲來的 它是育成率最高的 對 育成率最高的 所以我們養到一個階段 那你大概快要兩年了之後 就會把它拆成單位 它這一個 寶利人盒子裡面 市價大概多少錢 這個要秤 因為一支大概在 這個就大概七到八克 這個的話 市面上零售價大概在十萬元左右 然後有更大支的要九萬 它越大越大 越貴 價值就越高 哇賽 那所以我捧了這個 基本上也是相當有 有 幾張機票 對 它市價這麼高 對 越大支越貴 越大支越貴 所以它除了重量以外 你還要看它每一個個體的大小 對 就是如果像這個是 100尾金的 對 100支 的話跟200支的價錢就有差 那這個是公仔母 你怎麼分公仔 這一支是母 然後公的話 它就有一個袋子 像這一支的話 它有袋子 還有一個 就是放寶寶的地方 但是鋪的話是母的幫忙鋪 沒有... 他就是跟我們人類的男生一樣 做完事情就跑了 不是 那是跟你一樣 跟我不一樣 我做完事情還是在養 對 然後公的就負責顧小孩 但是我是覺得滿怪的 他明明會抱軟 他應該是母的在抱軟 不是公的在抱軟 因為母的會把軟殘眼 公的 公的 然後公的他就會過來求偶的時候 他會把那個袋子打開 然後讓母的把軟住進去 然後他就會養得就像這樣子的一個愛心 這樣子 他就腳尾的時候 尾巴會互相殘勾著 對 然後他就會 在他的袋口裡面 把那個軟殘到那個袋子裡面去 那個瞬間只有大概兩三秒的時間而已 然後就在裡面 要看品種 有些是十五天就生一次 有的是一個月生一次 十五天生一次 對 像這個品種 一個月生一次 這個品種就要一個月生一次 這個公的他白天長完了 晚上又交配了 需求量這麼大 對 難怪海馬 幸溫 壯陽 對... 就是本草鋼木獎的 對... 好不好 原來是這樣子的 對... 你說哪邊 這邊 對 這邊 什麼東西 那邊海龍 海龍是什麼 海龍就是 分海馬 在哪裡 這邊 它是這樣子的喔 這個是橫帶海龍 橫帶海龍 對... 對... 他的臉 他的臉長得就是海馬的樣子啊 對 可是他就是長這樣啊 對 就是長那樣 他就長這樣 一模一樣 他哪邊是正面啊 這邊是正面 這樣是正面 對... 你看他臉 是長得就是像海馬一樣 然後你說旁邊這種是什麼 這個叫班截海龍 班截海龍 對... 你說台灣只有你有關子 對 有關子成功 台灣第一 這就是台灣第一的 沒有了 其實他沒有人做的 沒有... 其他都是仰賴進口 對... 但是仰賴進口的情況下 因為它... 舟車勞斷這樣下來 回來的育成率 一定 因為乃十字 可能十字都正有 或者可能只是活了一隻 但是這個人工養殖的話 就比較好養 因為你是人工孵化的 對... 人工孵化出來 它其實對環境來講 溫度 水質也都適應得很好 好... 這好漂亮 它尾巴有一截耶 寬寬的耶 好酷喔 仁愛與他的夥伴繁殖出的海馬 海龍 一部分會曬乾 作為中藥出口 一部分呢 則是活體外銷到世界各地水族館 而最近仁愛開始研究繁殖場 像貌似海藻的葉海龍 希望有一天啊 能夠突破關鍵門檻 達到量產 那... 到底海馬容不容易繁殖和飼養呢 這個大概出生一個禮拜 一個禮拜 對... 你說它的壽命只有兩年 對... 所以它成長速度... 因為每一種海馬的成長速度是不一樣 嗯... 那我們會選擇這個... 童吳海馬的原因是因為它... 吞的數量... 如果你給它營養成分夠的話 它就吞得多 多... 然後它的窄園比較大 對... 然後它... 成長速度很快 快... 大概... 大概70天就可以長到10公分 喔... 對... 小海馬看起來真的沒有那麼可愛 對 小海馬這種... Baby海馬看起來就好像是... 絕絕 去... 對... 剛生出來的時候 真的很像蚊子的幼蟲 很像蚊子的幼蟲對不對 對... 然後它長到像... 像後面這個呢 對... 這個大概70天長的幼蟲 這70天啊 對... 這可以拿嗎 對 可以拿 我把它拿上來 怎麼拿啊 我一定要拿上來 你可以已經抓上去 它跑掉... 它會掉下來是不是 在下面等它就好了是不是 對... 然後你這樣可以看得出 一次公布的一隻 這隻是... 沒有 比較... 這隻是母的 對 公布的有袋子啊 對... 公布的有袋子 它們怎麼會有一隻 在噴水的感覺啊 沒有 因為它原本水 好像還有含一點水 對 然後它就是會想要 然後呼吸塞的運動就會加強 所以你好像它覺得在噴水 海馬耶 我沒有這樣看過海馬耶 而且海馬的脊椎骨神這麼多啊 對 然後它很硬 對啊 對 海馬摸起來不是軟的 它是硬的耶 它現在跟曬肝沒有什麼兩樣耶 它摸起來感覺跟曬肝一樣 只是它身上都是濕潤的 它摸起來感覺跟曬肝一樣 它是硬的耶 對... 來... 各位兄弟們猜猜看 它是公的還是母的 公的啊 公的啊 我怎麼知道 因為它抱軟對不對 所以它這是公的對不對 對 因為你看它的褲子 有一點黑色喔 對 就表示說裡面有窄 它已經用窄了 所以它現在會噴小海馬出來嗎 對 因為如果已經刺激它 它可能會 還沒有成熟的海馬噴出來 會死掉 真的喔 那算了... 好 先讓它回去 好 先讓它回去 它回去 快激動... 那我曾經就有聽人家說過 海馬不會游泳 背 海馬會游泳 它就是那個尾氣這樣 你有沒有看過那個 迪士尼的卡通 那海馬不是在那邊 然後背景 就一直往前衝 所以海馬是會的 海馬好像都是這樣 就是這樣定點 然後動不動下來 吃東西的時候比較有看頭 真的嗎 它是吃什麼 吃康蝦 康蝦 對 要撈康蝦 是... 這滿滿的都是康蝦嗎 這個是魚跟康蝦共生 共生的 對 因為如果沒有養那些魚 你就不會有大便 OK 沒有大便就不會生草 OK 然後不會生草 人家因為有生物就不會生很多 OK 然後康蝦就會去吃多生物 然後我們就是魚跟康蝦共生 它就是有共生鏈的概念 對... 所以要下去撈 好... 好... 來... 就往前衝 怎麼拉喔 就是旁邊啊 縮圍啊 那個蝦蝦旁邊都可以撈 因為他們家會連著邊邊 確定耶 真的... 這樣撈真的有嗎 我先撈就有了 因為很多 我看不到啊 真的很多 因為海馬也可以做海馬料 怎麼做 我們騎上 第一次吃的話會睡不著 北方人生 南方海馬 性溫活血 好啦 這個還好 好吃耶 真的耶 怎麼可能只吃一隻 台灣第一點 在哪裡 有... 你在旁邊那邊撈一撈就真的很多 不是 這邊有東西啊 有啦 你撈我們等一下用燒杯看 就看得到了 確定耶 確定... 好啊 我不管了我就撈 我怎麼好像在撈國王的新衣啊 沒有... 什麼都沒有然後一直叫我撈 有啦... 我就這樣撈喔 對... 所以康蝦算是浮游生物嗎 那算是浮游生物 對 比較大型的浮游生物 哪裡有啦 你自己看... 有... 你給他看 你給攝影機看 真的有... 在哪裡啦 真的有 哪裡 我們用燒杯看好不好 用燒杯看喔 那是什麼 來 我們拿到水桶裡面喔 然後我們用燒杯看 好啊 來 看到了嗎 這是蝦耶 對 好蝦啊 全部都是耶 超小的 它不會再大了嗎 不會 因為已經成熟了 所以要養海馬之前 你還要先養這個東西 對 所以一定要很大的生物 牠們的食量非常大 很大 吃得越多 長得越快 等一下我們可以來看看好不好 好 看牠 好 吃的 你說掠食是 牠吃東西又是不是 牠會追 牠會追 會追 走 來 去看一下囉 康蝦 走 沒想到 養海馬竟然還得先養 這麼一大隻的康蝦 而且仍愛說 因為外面的養殖池裡雜菌多 如果直接餵食 擔心室外的水質 會影響到室內養殖池的平衡 因此餵食前 要先把康蝦沖水洗淨 才能開始餵食 太誇張了 這個太密密麻麻了吧 對 剛剛撈了幾下 就這麼多了 這是什麼 布拉蜜雞喔 康蝦 這全部是布拉蜜 康蝦喔 對 因為我們現在要倒給海馬吃喔 但是因為 因為現在這個季節還有活的湯蝦 一般的話我們就會 去那個養殖戶 有一些養殖戶 他們會有一些湯蝦 撈起來賣 那我們就可能會去餵餵動 那現在我們其實會去養這個 活的 活的可以餵的話 但是剛剛就是有做漆襲的動作 對 那我們現在就是要把那些雨 我們會倒在這個比較洞 比較大的網子 但是雨磚不過去 那我們倒下去的時候 蝦會出去 對蝦會出去 出去了蝦會出去 蝦 出去了 他們有在吃嗎 待會就會過來吃了 真的嗎 笑水躲進去 bachjack有在吃嗎 來 觸一看 Molt哥 好 我在下面那隻在吃了喔 他 Similarly這樣耶 好像那隻巾中了 好 有看到嗎 有看到牠在吃口 我是有看到啦 但牠們應該看不到 你有沒有放到那個漁缸裡面 給牠們看 好啊 那 Yog læ't your cheep 上面的漁缸 他比較好看得到 好 那我們去那邊 他去那邊數量不多 可能... 沒有關係 他只好看他一隻可以這樣 因為他那個很重啊 他這樣 餵這個 這個比較他們比較看得到 有啊 有啊 蝦子有出來嗎 看一下 看一下 我有看到蝦子 我有看到蝦子 但還沒有看到海馬在吃東西 你去看他 快囉 快囉 他留到他面子 他就... 有沒有看到 有看到蝦子 那是蝦子 那是蝦子 好 他吃比較沒有像剛剛小隻的那種 對 因為他... 也數了一種 因為他只有兩隻而已 他一對 所以他覺得說那食物都是他們 因為不覺得 所以他就不會跟有那個競爭的關係 他就不會被搶 且不論海馬最後是被曬乾作為中藥 或是成為觀賞水族寵物 對於人類來說 都是具有療癒作用的 而且仁愛還透露出一個 讓大家都不曾想過 也沒做過的一件事 因為海馬我可以做海馬料理 可以做海馬料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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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怎麼做 用氣炸的 把它...把它的硬的骨頭 把它炸得出碎之後 就滿好吃的 滿...滿香的 等一下 如果說海馬料理 你用氣炸的 海馬 本草綱目記載 性溫 活血 壯揚 對 最多能吃幾隻 一天只能吃一隻 對不對 然後你第一次吃的話 可能會睡不著覺 因為它會加速水衣 情況的流動 真的嗎 真的... 我第一次吃的時候 就自己都嚇到了 真的假的 晚上整個晚上都睡不著覺 那你晚上的房間 會有奇怪這種... 沒有... 沒有... 敲鐘的聲音嗎 還是沐魚的聲音 我們都一直看電視而已 真的嗎 真的 看的是後面幾台吧 沒有... 真的嗎 有這麼猛 真的... 我跟你講 今天事不宜遲 我們就來試試看好不好 好 這個是什麼 氣炸 對 氣炸而已 聞一下 聞一下 小魚乾的味道 因為海馬... 很香的耶 因為海馬就是魚啊 真的喔 大哥這個說 吃一隻會怎樣 第一隻吃的話 會... 台灣第一店 第一隻吃的話 他會睡不著 睡不著 晚上會睡不著 我可不可以不要吃這麼多 其實我不太需要 沒有... 就是吃一隻就夠了 真的嗎 真的 這怎麼吃 就是直接吃 直接吃 它有沒有分療效哪邊比較厲害 都一樣 都一樣喔 整隻都把它吃下去 你不要了 我們分著吃好不好 沒有 這個一人一隻 你先啊 真的 我... 你不要說你今天已經吃過了耶 酥酥脆脆的啊 真的喔 真的喔 真的蠻酥脆的 你有聽到我聲音嗎 跟你吃看看... 好吃耶 真的啦... 這怎麼可能只吃一隻 真的啦 這很好吃耶 也好吃程度來講 怎麼可能只吃一隻啦 就吃一隻就 真的不要吃太多 真的假的啦 真的啦 血液形狀會加速 真的嗎 真的 你不要怕我吃耶 裡面這麼多 隨便你怎麼吃 隨便你打 這個過量會怎樣 就是最不早 第一次吃會 血液形狀會加速 是喔 哪有耶 好啦 真的喔 真的真的吃 你吃啦 OK 它就是這種 我跟你講 不要吃太多喔 活血會睡不著 好 吃一點點就好 沒關係 吃一隻啦 吃一隻 吃啦 吃啦 吃嘛 其實蠻恐怖的耶 我很怕睡不著耶 好啦 吃個海馬 其實不錯 我整個牆都馬隻啊 馬隻對啊 是啦 你現在... 我剛剛突然間覺得說 你都不怕有人在瞪你 馬...馬隻很多啊 是啦 沒錯啦 當然是沒錯 對嘛 我們馬隻五六千隻 蛇命陪君子啦 對...好不好 如果今天晚上看著我 約你們出去逛街就知道了 好... 酥酥脆脆脆香嘛對不對 好好吃喔 本草公務有精彩 北方人生 南方海馬對不對 信溫活血 好爹啊 通編的... 所以終於認識了喔 在我們屏東這邊 這麼大一個的養殖師 養殖場喔 這麼多人會養 但是唯獨你 這邊小海馬 小海馬 對不對 而且還能繁殖出 全台唯一的 番茄海 厲害 長知識... 感激不激 來 台灣第一人曾經介紹過 在台灣非常非常多的佼佼城 他們在他們的領域裡面呢 也相當於是一個領頭羊的地位 他們付出了相當多的時間 精神 毅力 耐力 在他們的領域裡面 我相信每個在台灣的人 你們都有屬於你們的夢想 相信我們只要堅持住 總有一天 你會達成你的夢想 喜歡嗎 記得按讚加訂閱 台灣第一的 開啟小鈴鐺喔